来份正盘麻辣烫不管咋吃都不胖 经典小吃新吃法味道颜值顶呱呱 跟着阿渡学小吃你最绝 大家好我是品诺阿渡 只要敢叫麻辣烫底料必须往上上 一盘料头一盘香料料头给油去腥香料给油增香 香料看着有点多比例还得听我说八角桂皮香叶草果小茴香 哎算了直接上屏幕 豆瓣豆豉和冰糖牢骚花椒瓷巴辣椒 瓷巴辣椒就是这几种辣椒猪软了多碎了就可以了 花椒用白酒泡湿这样炒的时候更容易激发出花椒里面的麻香味 香料用清水泡湿 酱药味去灰尘炒的时候还不容易糊 还能把料香味充分的炒出来 豆瓣豆豉也要剁碎 这样才能把它俩的香味炒出来 炒这个底料油得用两种油 一斤菜籽油半斤牛油 这个样子香味才能更加醇厚 开火你看牛油融化了 料头也就该进来了 用小火慢慢炸慢慢炼 把料头的香味充分的炸到油里面去 这样也就达到了给油去腥增香的效果 你凑你凑 炸干了炸黄了就得赶紧捞出来 然后把火关掉等油温降很香 油温降下来后瓷巴辣椒就进来了 别怀疑没有反应就对了 油温高了就糊了 把它们推开搅散 用小火慢慢炒让水分蒸发蒸发 你看水分蒸发完了 辣椒片也就飘起来了 这时候泡过的香料也就该进来了 记者香料一定要把水控出来 咱们只用香料吧 料香味炒出来了 剁碎的豆瓣豆豉也就该进来了 紧接着冰糖也就该进来了 冰糖可以降低灶辣味 冰糖融化了 豆瓣酱的香味也就跑出来了 白酒破过的花椒粒也就该进来了 保持小火继续炒 让酒味也挥发挥发 酒味挥发完了 牢骚也就该进来了 牢骚有发酵的作用 可以综合底料的香味 让它更柔更香 吃完口齿都留香 搅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香喷喷的盛盘麻辣汤底料 就制作好了 再让底料发酵一晚上 颜色更红 香味更浓 炒好的底料取出一斤半连扎的油 用料包包起来 如果不包起来 菜煮好后捞到盘盘里面 炸子太多吃起来就不美气了 十斤高汤烧开 把包好的底料和油一起倒进来 再来点盐鸡精味精 给汤里调个底味 用小火煮一煮熬一熬 把料香味熬到汤里去 这样咱们做盘盘麻辣汤的底汤 就调好了 有了这个干点 吃盘盘麻辣汤才攒进 辣椒粉 花椒粉 鸡粉 花生粉 孜然粉 熟芝麻 味粉 熟芝麻粉 你就按照屏幕上的比例 把它们搅拌盈活了 就可以 这样咱们的干点也就调好了 吃麻辣汤就像吃火锅一样 想吃啥菜就煮啥菜 寒了也花了88 肉菜素菜带回家 菜煮出了直接倒到盘盘里面 旁边放上干点料 吃菜不吃蒜 营养少一半 来点蒜末 来上几滴香油 这样吃起来更见惨 这样乾坤无敌 盘盘麻辣汤就制作完成 有了它 如果不干下十碗米饭 就别说你吃过盘盘麻辣汤 盘盘麻辣汤 味道确实棒 跟着阿渡走 吃喝啥都有 祝大家吃好喝好 长生不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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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